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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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相信吗 央觉摩罗本来是很优秀的婆罗门青年 从学于外道写思摩尼巴陀罗 他以恭敬千敬而闻名 但是当他拒绝师母的诱惑后 师母反过来诬陷阳觉摩罗 他的老师听信妻子的残言 故意告诉阳觉摩罗 必须要杀死一百个人 将王子的手指割下 串起来挂在脖子 否则不能清洗罪恶 更不可能升天了 央觉摩罗不敢违背老师 拿起刀子 在王射城到处杀人 很快的便杀了九十九个人 在狂乱之中 还打算四母以凑成百数 佛陀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决定要去拯救他 看见佛陀的慈容 央觉摩罗满腔杀气 顿时消失 不自觉丢掉手中的刀 跪下低头 佛陀问他 你做我的弟子好吗 他羞愧地反问佛陀 我杀了这么多人 还能做你的弟子吗 佛陀说 忏悔 能够消除罪业 只要能够改过自新 便能做我的弟子 阳觉摩罗因此成为了比丘 经过努力地修行 赠得欧罗汉国 这故事中的 央觉摩罗 能够勇于自我改革 实在是很难得 自我革命 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 自我革命呢 星云大师在人间万事中 有开始革命的争议 第一点 革人性知显恶 去恶向善 人性改革不是完全 依靠法律 道德来规范 是要靠自己 洗心革命 实时自我反省 自我改革 第二点 革生活之肉席 去坏就好 革命先要革新自己的生活 把贪心改成喜舍 把称恨改成慈悲 把愚痴改成智慧 把嫉妒改成尊重 能够革除肉席 调幅六根 才是重要的 第三点 革心里之无名 去暗 便明 行于外的肉席 容易看到 常在心里面的无名 则不容易知晓 心里革命 必须从信仰 内省 发愿来做起 学佛的人 以慈悲心 来对峙贪欲心 以智慧心 来对峙愚痴心 以平等心 来对峙差别心 才能够革除无名 才算革命成功 释迦牟尼佛的革命 不是革别人的命 是向自己革命 不是向外面革命 是向内心革命 不是要打倒别人 而是要打倒自己的贪嗔痴 建设世间的和谐 公平 公正 星云大师提出五合的理念 有小 扩大 从自我做起 自新合约 再扩大到家庭 进而扩及到社会 与人相处上 人我合尽 自然就能够社会和谐 甚至逐渐达到世界和平 我们能够勇敢地向自己革命 人人从自我健全做起 进而到家庭 人我 社会 以此为基础 便能够建设和谐 社会 人间 净土了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分享 欢迎您订阅 转发 亲朋好友 欢迎继续收看 下一集的佛典故事 祝福您 平安 吉祥 行到天下 富满 人间 欢迎订阅